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虚有期表节目,我是Brian小布 在2020年7月1日的时候,币多发布了他今年的第一款新表 就是Tudo Black Bay 58,币多B11958的蓝色盘 那么在昨天,也就是2020年7月27号的时候 币多又发布了他本年度的第二款新品 那么这次的新品呢,其实是一个新的系列 那么就是Tudo Royal 币多皇家系列 那由于这支表的信息刚刚公布只有一天 所以我们现在手里掌握的关于这支表的信息并不是很多 那么我们现在呢,用掌握的仅有的信息呢 先初步的分析一下 那么这个Tudo Royal 币多皇家系列究竟是一款怎么样的万表 那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希望你们能够帮我点一赞 并且关注我的频道,谢谢大家 那我刚刚找了一下相关的信息 目前为止,这个币多皇家的系列呢 在币多官网上并没有任何的信息披露 从昨天发布新表到现在呢,有两支广告片 第一支的话就是这个币多皇家的官方的系列广告片 另一支就是他的代言人亚洲天王周吉伦的一个广告片 我们先看一下这两支广告片 因为好像很多人还没看过 毕竟这两支广告片的推广程度和流传的程度并不是很广泛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支关于这支手表系列的广告片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支的主币 据目前的信息,异多的皇家系列目前有四个尺寸,28毫米,34毫米,38毫米和41毫米。 其中41毫米的是星期日立双立造型,并且有黑面和蓝面。 双日立腕表采用的是ETA2834基心,38毫米到34毫米的单立造型的腕表用的是ETA2824基心。 28毫米的日立腕表使用的是ETA2671。 全系列的腕表动能储备都是38小时,目前为止这款腕表的面盘颜色选择有蓝色、黑色、金色、银色和珍珠面。 关于表盘刻度的话,有罗马数字与钻石刻度两种选择。 那这个帝多皇家系列呢,是亚洲天王周杰伦继帝多1926系列之后代言的第二款帝多腕表。 从广告片中来看呢,这只手表搭配有一体式的表带,加上外面的坑纹外圈。 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只手表上面有Tudo Classic,也就是帝多经典系列的影子。 但Tudo Classic现在已经是停产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Tudo Royal看作是Tudo Classic的一个年轻版。 这也就是代表着其实Tudo现在已经在往年轻化的趋势靠近。 毕竟之前的Tudo Classic还有Tudo Glamour这两个系列的产品呢,看起来风格确实是比较老气一点。 在2019年的时候呢,Tudo Glamour,也就是帝多俊爵系列,出产了一支有自产基金的大日历万表。 就已经可以看出呢,帝多向年轻化发展的这个趋势和决心。 那么说回这支呢,Tudo Royal帝多皇家呢,它配备的,全线配备的都是ETA基金。 那么动能储备呢,只有38小时。 对于现在目前万表市场来讲,动能储备38小时可能会有一点少,但我相信这款手表的零售价应该也不会是很贵。 依照之前周杰伦代言的1926来看呢,基本上周杰伦现在代言的是Tudo系列里面的入门几款式,所以价格应该和1926差不多。 那以我个人观点来看呢,广告片上那支蓝盘的双利的万表呢,其实看起来真的挺好看的。 第一感觉,给我的印象感觉是劳力士的星期日历型的白金蓝盘。 那么这支蓝盘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百搭的风格。 在正装场合呢,完全可以驾驭。 那么休闲的场合呢,戴起来呢,看起来又不是很贪图。 那ETA基金的内核呢,又能保证这款手表的性价比。 但目前我有一点有点弄不太清楚,就是说这款手表搭载的是ETA的基金。 那么据网上的报道来讲,这支手表是五年的全球联保。 但通常来讲呢,地多系列的ETA基金通常都只有两年的全球联保。 只有它的自产基金才有五年保修。 所以这点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 那么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呢,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这款手表的保修究竟是两年全球,还是五年全球。 那么这款地多的新品呢,地多的皇家系列呢,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 具体之后呢,还有更多的信息更新的话,我们还会及时的更新给大家。 那么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希望你们能够帮我点赞,并且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